大家好 歡迎回到這個頻道 今天就和大家去一去天后 今次的這間店鋪就在銀幕街那邊 大家如果是由天后站出發的話 步行距離就約五分鐘左右 今次的這間店鋪都幾特別下 如果大家是由他們外面看一看的話 就以為他們是一間玩具鋪 但事實上他們是一間居酒屋 今次的這間居酒屋 他們的營業時間是由晚市開始 六點鐘 如果大家對這個類型的店鋪有興趣的話 千萬千萬千萬 六點鐘之後才好去 一進去這個門口位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通往地爐的這條樓梯 這條樓梯都算是挺誇張的 因為都貼了不少的動漫 poster 這樣 他們就集中應該是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的一些動漫系列 去到他們地牢的位置 這個大廳位 就看到有一個Sake的角落 我也有問過那邊的老闆 就是為什麼你們開一間 以玩具或動漫為主題的居酒屋 他們就說 原來老闆他小時候 都不是那麼富有 到大的時候 就開一間店鋪 有一個藉口 就一口氣去買很多的玩具 這個大廳的位置 可以坐約十個人左右 之後再通往這條走廊位的話 就可以看到他們三間的房間 大中小三間 這條走廊都算是相當誇張 如果你喜歡動漫的話 這裡應該是你的天堂來的 你就可以約三五之幾 在這邊享受晚餐 先看一看這間小房 應該就可以坐到三至五個人左右 相信如果你是說要包房的話 就要提早跟他們預約 接著就進入他們第二間房 這間房就可以坐到 我相信六至八個人左右 特別的地方就是有一些面具 這兩個是死神的面具 另外就是有些日本他們傳統的面具 有些什麼是好得 一邊吃著飯 一邊玩 又可以拍照 打卡 第三間房就大一點 可以坐到八至十個人左右 裡面的主題 又有一點不一樣 有一點可以角色扮演 一邊是Crossplay的衣服 這裡就有幾件火影忍者的衣著 這間店鋪的消費 都說一說他們這間店鋪的消費 大概的消費就每一個人就約三至五百元左右 就視乎你喝不喝酒 如果你是喝酒的話 那價錢就繼續加上去 他們除了一些Poster之外 都有一些玩具的Happy Corner 有一些經典的Poster 或者經典的畫 他們就會隨便便放在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動漫的話 就可以慢慢慢慢去欣賞 他們的食物的數量 或者食物的種類 其實都幾多 他們就主打 是這個盧端燒 盧端燒 他們就介紹 就是師傅他們燒了一些食物之後 用船長 遞給客人 這樣 有些朋友都可能是去問 這間店鋪的食物好不好吃 其實他們開業 就由2015年開始 現在來說 都有成八年的時間 相信如果大家 在香港開餐廳的話 熬得到八年的食物 都應該有差不多的水準 還有食評這件事 我覺得好吃 就並代表你覺得好吃 甚至今天好吃的話 也不代表明天是好吃的 那好吧 這次的 逛街街分享 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想問的話 就在留言區那裡問 我們 下一次再見 拜拜